哈囉大家好 我是再見小男們 先前說到下述買了新泳衣 結果新元節衣就被人搶走了 先前說到下述買了新泳衣 結果金衣就輸給了同個人兩次 然而帝王隊才離開不久 有個傢伙又跑到群馬搞事 他叫做邱山社 一位來自祈禦縣的獨立車手 這人的出現引起許多關注 因為他的座駕是Levin A186 那麼問題來了 到底Torino A186與Levin A186有啥不同 啊 其實也沒什麼不同 基本上就只是頭燈長得不太一樣 總之阿社一到群馬便開始尋找對手 而首個目標即為紅日車隊 阿社鬥志高昂 可惜事情的發展沒能如他所願 畢竟高橋兄弟忙得很 哪有時間陪你瞎折騰 這段閉門跟自然教阿社十分挫折 但沒有關係 除了高橋兄弟之外 別忘了群馬還有個開86的狠角色啊 於是透過準妹夫阿樹的牽線 阿社找上了線內最強的外送員 藤原拓海 由於駕駛者相同的車型 雙方很快就撩了開來 之後拓海提到自己的86狀況頗多 阿社便好心的替他檢查車框 不料蓋子一打開 阿社就爆氣了 沒錯 明明配備職業比賽的專用引擎 居然還嫌這樣的車子很難開 VIP買的滿很了不起嗎 都是你們這些課長搞壞了遊戲平衡 阿社越講越來火 拓海也被他弄得很不高興 畢竟人家又不懂機械 哪知道什麼職業引擎 最終雙方不歡而散 只剩阿樹與何美留在原地 沒過多久 拓海在山下又碰到阿社 想到方才被罵得莫名其妙 拓海決定找對方理論一番 發現這小子對機械真的一窍不通 阿社不禁叹了口氣 他不解拓海為什麼能弄到專用引擎 莫非是家裡有人從事賽車相關的行業 啊 賽車不可能啊 我老爹就是個賣豆腐的啊 拓海相當老實 這般答覆也把阿社搞得更加糊塗 賣豆腐就能拿到賽車引擎 那早知道我也去賣豆腐了 總之引擎的出處應該是無解了 與其繼續糾結這個問題 還不如實際體驗一下黑科技的威力 所以阿社要拓海帶他兜個一拳 看看能否弄清這台86出了什麼毛病 不出一會功夫 阿社發現拓海的86的確有些怪異 無論換檔的時機再怎麼精準 引擎的動力就是沒法上來 好像喉嚨裡卡著一口老痰 死活吐不出的感覺實在叫人不痛快 至於是什麼原因 阿社找到了答案 原來問題不是引擎沒力 而是轉速表上限不夠 從一般的市售車來看 轉速最多就是6到7千轉 可是按照阿社的觀察 文泰搞來的引擎至少能突破1萬轉 聽到這裡有人就會問了 轉速做那麼高有意義嗎 啊當然是有啦 好比你騎腳踏車 要提升速度就必須增加踩踏的次數 引擎的概念也差不多 若想從有限的排氣量獲得更多馬力 關鍵就在於轉速的上限能提高多少 因著職業賽事都有排氣量的規定 所以場隊都會開發轉速較高的引擎 但這種東西也不是那麼好駕馭 要是沒法將轉速維持在一定的範圍 車子的馬力根本出不來 而拓海正是碰上了這樣的問題 方才說到86的新引擎能突破1萬轉 但車內轉速表的刻度卻直到7千轉 這讓拓海完全錯估換檔的時機 也因為總是提前換檔 引擎根本沒法發揮該有的威力 那麼問題來了 既然裝上高轉速的引擎 為何不把轉速表也一起換掉呢 難道是忘了這件事 嗯 名偵探阿社覺得不可能 畢竟拓海的86不只更換了引擎 就連懸吊 自動 車架都做了相應的調整 既然能把車子改裝得如此完善 又怎會忘掉轉速表這種簡單的東西呢 所以真相只有一個 肯定是有人故意而為之 哎呦 你不覺得這樣很有趣嗎 此時的文泰泡在深夜食堂 並向朋友聊到拓海的處境 大家沒有猜錯 轉速表吃暗的兇手正是文泰 但他這麼做不是要刁難拓海 而是想給這小子來點教育 畢竟賽車不光是考驗駕駛者的技術 車子的狀態如何也相當重要 正因如此 選手必須對自己的座駕有一定的認識 倘若缺少這部分的知識 往後的發展也必定受限 文泰的苦心令人感動 但另一邊的拓海仍沒搞清楚狀況 面對一臉傻樣的拓海 阿瑟的怒火不禁再度燃起 明明是個不懂車子的毛孩 居然還敢自稱什麼車手 憤怒的阿瑟向拓海發出挑戰 並揚言一定會取得勝利 第二天下午 何美來到加油站要找阿蘇 機會難得 阿蘇立刻帶著何美出外兜風 話說今天的何美表情凝重 到底是出了什麼事呢 其實打通高中畢業後 何美一直對未來感到迷惘 因為她沒有什麼特別的目標 也不曉得自己想做些什麼 後來出於某些緣故 何美被父母送到群馬的親戚家工作 本以為能借此尋找人生方向 不料竟在那裡碰見職場霸凌 這般挫折自然教何美很受傷 甚至想拋下一切轉身離開 直到看見了阿蘇 她的想法才有所改變 阿蘇是個不起眼的凡人 平時就圍著那台霸物打转 然而這樣的阿蘇 卻讓何美十分憧憬 因為她也想跟這人一樣 為著自己喜歡的事情努力不懈 阿蘇的出現激勵了何美 何美也決心變得勇敢一些 不過人都希望有個依靠 即便一下下也好 今天的何美想待在阿蘇身邊 相隔一日 拖海接到阿瑟的來電 她先是抱怨何美徹夜未歸 接著催促拖海找時間出來輸贏 為了讓86發揮該有的威力 拖海請求持股幫她換上新的轉速表 持股很夠意思 馬上拍胸保證會支持拖海 可是光說沒有用啊 因為萬轉刻度的轉速表嚴重缺貨 目前市面根本買不到 得知事情的原委 店長立刻聯絡文泰認識的車廠老闆 果然如同她的猜測 文泰早已準備好拖海所需的配備 眾人一聽頓時大喜 立刻要拖海帶上86前來改裝 當然這個消息也叫拖海感到振奮 她一下課便奔出校園回家取車 然而萬萬沒想到途中竟撞見茂木夏樹 夏樹想解釋些什麼 但拖海卻不曉得如何面對 一句現在我很忙 拖海帶著糾結的思緒離開現場 之後透過持股與肩兒的幫助 拖海總算替86換上新的轉速表 殊不知大功才剛告成 阿社就找上了門 他希望盡快展開對決 於是要拖海選擇比賽的地點 拖海也十分乾脆 直接指定阿社的主場作為舞台 比賽正式敲定 阿社先行返回奇遇 途中他繞到親戚家去找何美 並給了對方一技重重的巴掌 阿社會生氣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何美徹夜不歸讓家人們都很擔心 何美試圖解釋 可阿社已決定要帶他回奇遇老家 鏡頭一轉 拖海急忙回到家中 他一心想擊敗阿社 所以詢問老爸 新引擎需要多少轉才能發揮威力 瞧見兒子有所進步 文泰緩緩說道 一萬一千轉要贏哦 深夜十分 拖海一行人抵達目的地 本次對決的舞台為奇遇縣的正丸山道 那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 除了道路狭窄視野不佳 地面還有許多不規則的起伏 由於正丸山道無法讓兩台車並排起跑 所以比賽規則採用先行後追 如果到了終點還沒分出勝負 雙方將互換位置繼續再戰 比賽正式展開 首輪阿社近地主之一 在前頭帶著拖海熟悉路線 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 拖海發現阿社的車子有些怪異 因為在他出彎的時候 尾部總會左右搖晃 莫非是輪胎出了毛病 又或者那台車裝了什麼秘密武器 沒錯 其實阿社的Levin裝有渦輪 動力可說是相當可觀 不過我們都知道渦輪增壓有個問題 也就是所謂的遲滯效應 雖然渦輪遲滯不是不能解決 但阿社實在沒有多餘的改裝預算 那怎麼辦呢?就這樣放給他爛嗎? 當然不是啦 既然硬體上做不到 不如就從駕駛技術下手 為了減輕持之帶來的影響 阿社在彎中會盡可能重踩油門 這樣的方式自然不太安全 畢竟渦輪接入的衝擊力可不是鬧著玩的 倘若一個沒注意 車子勢必會失控噴掉 阿社也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他又想到一個辦法 那就是用反打方向盤的方式搖晃車身 並藉此意志出力過大的問題 首輪比賽結束 雙方果然沒有分出勝負 阿社在後方閃燈示意 第二輪的較量隨即展開 同一時間 紅日車隊抵達了正玩山道 喜借和賢泰相當興奮 他們都期待拓海與86滿血回歸 然而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按照良界的觀察 目前有兩個不利因素綁住了拓海的手腳 其一 比賽環境陌生且嚴苛 短時間內實在很難找到最佳路線 其二 阿社的跑法前所未艱 那種奇怪的節奏必定會擾亂拓海 其三 拓海掌握不住新的86 不安帶來的焦躁感也將成為他最大的壓力 欸 其一 其二 其三 大哥你不是說兩個因素嗎 啊 總之良界的分析很到位 這場比賽真的讓拓海感到棘手 而就在這個時候 身處等待區的阿束也相當難受 因為何美已決定告別去罵 其實這陣子何美想了很多 她覺得自己是時候該長大了 回憶過去的經歷 何美所做的事情好像都是由他人決定 也因為從沒替自己的人生負過責任 不知不覺何美成了一個只會逃避問題的孩子 當初在其遇碰上挫折 於是就想著離開那裡 後來在群馬遇見困難 何美又有了逃跑的念頭 雖然不想面對問題是個人的自由 可是一直這樣躲著真的好嗎 原本何美不以為然 但直到阿束出現 女孩才終於有所醒悟 她希望改變自己 所以決定回到老家重新開始 何美的決定叫阿束十分錯愕 畢竟她真的很喜歡這個女孩 畫面回到比賽現場 此時拓海愈發毛躁 她沒想到正玩山道會如此難跑 尤其是那個路面品質 長久失修導致路間積滿了泥土及石塊 一旦輪胎壓了上去 馬上就會出現打滑的情況 另一方面 拓海仍舊沒能掌控86 她試圖將轉速提高 可是86的反應還是相當遲鈍 奇怪咧這車子怎麼這麼不聽話 因為要拉到一萬一千轉 當下拓海想起文泰所說的話 於是放膽踩下了油門 而在轉速到達一萬一的時候 奇妙的事情發生了 因為86突然在彎道上變得十分輕盈 沒錯 所謂的馬力不只關係到速度 就連操控都會受到影響 先前的拓海覺得86遲鈍 原因是86的懸吊做過調整 如果沒有配上相應的馬力 整台車就會開得很便扭 雖然拓海是個機械小白 但是他對車子的感覺卻相當靈敏 如今找到了動力的甜蜜區 拓海終於能發揮實力 看見這小子如同蘇醒的野獸 阿瑟也開始興奮起來 之後兩人的廝殺越演越烈 一攻一防完全不留餘地 比賽陷入膠著 接連幾個回合都沒法分出勝負 直到第五輪的時候 戰況出現了變化 由於跟對手糾纏太久 阿瑟已經精疲力精 考慮到正玩山道不易超車 跑在前頭的阿瑟決定放反步調 不料一個沒注意 拓海的86進從旁邊衝了上來 原來經過連續幾輪的比賽 路間的土坡已被踏平 伴隨空間騰了出來 拓海毫不猶豫展開攻擊 短短一瞬間 拓海驚險超車拿下勝利 比賽結束後 阿瑟想對何美說些什麼 可惜沒能鼓起勇氣 歷經數小時的苦戰 拓海總算回到家中 她沒有向文泰提及比賽的情形 只說希望自己能多學一點 此言一出文泰笑了 因為這孩子長大了 第二天下午 何美特地來找阿瑟 她已準備好要離開去罵 所以希望跟阿瑟好好道別 阿瑟想表達自己的心意 無奈一句喜歡你就是出不了口 最終阿瑟帶著何美來到車站 兩人揮了揮手說了再見 女孩的身影漸行漸遠 阿瑟的內心十分難受 好像看著結衣成婚一樣 男孩沮喪落寞想流淚 那這集節目就先到這邊囉 如果你對頭文字滴有任何自己的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討論 喜歡我的影片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按個讚以及將影片分享出去 另外也別忘記加入我的FB粉絲團喔 我是再見小男們 我們下集再見